交通部长南杜斯里魏家祥和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 在飙车刑罚课题上针锋相对 魏家祥批评林冠英引用了错误数据 却将错就错 无理取闹 林冠英则是反强对方搬出似是而非的论述 掩饰自己严重失职 无法让飙车组和酒驾一样被重罚 林冠英在脸书表示 魏家祥为了分散人民的视线 便指林冠英不清楚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法令已经修订刑罚 让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判重罚 对方却无法解释 为何明显威胁公共安全的非法飙车活动 却没有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林冠英促请魏家祥放下政治姿态 听取公众意见 表现出政治意愿来解决飙车活动 这个社会癌症 魏家祥较早前则指出 林冠英声称火国有一万多宗 和飙车组有关的死亡车祸是错误的数据 但是林冠英为了达到攻击的目的 非但执迷不顾 还缺乏专业问证的精神 简直是无可救药 但是还真是感动自己的 对余个靓暴力的 ind线 来了 下班 对余 感谢观看